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德國的慕尼黑 就是這一次的金軒CP的旅程 第一趟我們會先來到德國 因為我們一年一度都有來到歐洲嘛 然後我覺得我們每一次來歐洲的時候都有不一樣的成長 所以我這一次想要透過德國的短短的旅程來記錄一下 讓我們各自彼此想一下我們在這趟旅程裡面 最有印象跟最感動的景點或是一個時刻點 到最後一天的時候我們來回顧 這就是我們的 這一次的來歐洲旅行還有特別的設置一下 我們這個顏色的走一個紅色系列 在兩年前的時候是走橘色 今年走紅色看一下我們這個歐洲會不會有些新的體驗跟想法 我們在這間的威風上有一點 德國說中國非常有興趣的 第一碰面的芙音 現在會一直在與金庄有的思考 開始時期間 始終於有利なら 做一碰面的角色 小谷島民燈 由於就是這集萬一塊大的吉祥人 好像比例有許多老聆故事 我們先後來大概解決他們 今天大家會有分別的小小故事 現在來到德國的市政廳前面 那先感受一下這個德國到底跟我想像中的哪裡不一樣 因為每次來歐洲的時候都有一種踏到一個新的領域 然後就覺得好像哪裡不一樣 所以我這次又再度跟堅固來到歐洲決定來一趟尋找我們成長跟蛻變的過程 這個呢就是瑪利亞廣場 大家都說呢這個是在慕尼黑很重要的心臟 因為呢他是為了感謝保護他們不要受到瘟疫對不對 我印象中對這個蠻重要的 我真的覺得德國比其他的歐洲國家還要安靜 大家都不講話 也沒有就是講話 他們的店也不太會放音樂 可能也比較冷漠一點 目前感覺是這樣 很漂亮耶 這裡就是黃東東道 我也喜歡這個 我也喜歡這個 我已經沒有想過我的未來規劃 就是我的老公一定要對小孩是溫柔的 然後就 誰不需要小孩對小孩 不要說大男人 然後就是都不要抱他 然後都不要說什麼 我愛你之類的 愛這很重要 就是好好的抱那種 特別是如果他有肌肉的話 抱著那個女兒超級酷耶 就是他超級壯 但是他推著那種超可愛的粉紅色的 我知道 他是不顧形象 他可以願意的就是為了這個家庭 然後做他該做的事情 超級帥耶 超級帥耶 好帥 好我們明明尋找這樣的對象 希望哪一天我們有結婚對象的時候 說不定什麼 兩年後我就拍這種家庭vlog你知道嗎 那我怎麼辦 我們要拍片到老公 拍到老公 所以我也要拍家庭vlog 你也要拍啊 我們的小孩看起來蠻可愛的 看起來很臭 你的小孩感覺很難搞 因為吧 然後你感覺也兇不了什麼 我不太敢小孩 很像朋友一樣 我絕對兇他啦 我就是 父母耶 沒有禮貌 我就直接 要 要 欸欸欸 頭燒的欸 唉唷 那個不行 那是一個我們成長過程 現在沒辦法 現在小孩都沒辦法體驗這個 體法一定有點過去了 適當的可以就是 木棍不行 木棍不行 五個八 你知道那個 黑色的 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那個可以啊 愛的小手可以 其他都不行 到現在還沒有走到防空的那個 然後現在已經兩點了 還有好多地方要去 妳是要chill嗎 我們要chill喔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在show來講一次 妳剛剛說的是什麼 Lucky Vicky Zana 好討人眼喔 那我給妳講的 對 那妳卻眨一個眼睛 眨一個眼睛 Lucky Vicky Zana 沒禮貌 沒有禮貌我就直接 要好 愛的小手 妳看這個床看起來超硬的 這個床看起來很硬的 下魚肉 有功用 我的臉明喔 很讚喔 記得這次還有 最重要的是 今天瑞臉 即將上市 還可以多餘喔 現在來找景拍照 但我不是很會找景 所以我就找了 CHL 這裡就是牧尼 在每天的 11點 12點 還有下午5點 它上面的木耳會動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這邊排隊 大家全部都距離在這裡 就是為了要看它 哈 哈 哈 來這裡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夏天 很討厭 大影片 有些事 有些事 有根性 和一臉 我們是在這裡的西方 你在土地的大便 所有人都'D�搓 好了 大家 今天呢 是德國的第二天 那今天蠻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會在德國租車自駕 在這裡 我是在KLUB上面訂的 所以呢 先來取車 車是一個好像在德國蠻有名的 他註冊者會來的地方 國際駕照派上用場 請 我們也要在車上 好了 大家 我們現在在車上 欸 我的帳篷車咧 怎麼變成後座 我也在後座 我出包啦 你說你說你說 因為我去辦那個國際駕照的時候 櫃檯人員跟我說 就是這一張很重要 就是這個就好了這樣 但我沒有仔細再注射的時候 看一下那個上面的資訊 他們也有說 就是也要記得帶台灣的駕照 所以呢 剛剛去到櫃檯的時候 那個小姐跟我說 欸 那我現在需要你的護照 還有你的台灣的駕照 然後突然說 蛤 台灣的駕照 我就整個落賽 我就搶篷車 就 那很膩 我 就想說 今天顧跟我說來這邊 就是一定要 現在要開個歐洲車 然後開個別人 開個別人W 然後我們還可以去 到處走走 啊現在 什麼都沒有 我剛心妳建設很久 多表情 好棒喔 什麼表情 沒有 我真的感謝他 因為 我剛剛真的一環亂 然後 他一直在跟我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 現在 就是想個辦法 至少 行程還是得走 因為有一些地方 如果我們錯過 我們就不能去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一些 辦法搭火車 或者是抱車 還是可以去天荷寶 所以 OK啦 舒服啊 然後妳就不用開車咧 對對我們不用開車喔 好棒喔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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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種出國的孩子 好曬啊 我在我身上 怎麼 一直發生這種事情 該怎麼辦呢 我本來其實這一次 這次來德國 很開心 跟最曬意的 就是想說 自己來這邊 架式 整支企劃的主題 拜拜 不知道該怎麼辦 影片的主題說 挂號本來 本來要幹嘛 結果等等點點問號這樣 反正時間不意外 人不能太怪就改變 韓國人都會說 如果太怪不改變 他可能要快死掉了你知道嗎 其實我剛剛一直跟他講說 他是我的心靈支柱 如果沒有他這麼淡定的話 我可能就完蛋了 現在可能心情還沒平覆 我只能想說先努力想一想 等一下去景點的時候可以怎麼辦 反正現在已經在前往的路上了 就記錄一下我 來到德國還在落塞 我以為要改變欸 我也有想要努力想 我不用改變 會有人喜歡這樣子的我 但我快受不了了就是了 完蛋了完蛋了我要大大的檢討 我還在看上去 我還在看上去的玻璃是他 哇 怎麼這麼沒有 等一下要去看一個宮殿 看一下在郊區的宮殿 可能跟市區的宮殿不太一樣 很漂亮欸 這裡很秋天 這個怎麼這麼漂亮 今天第二站 太美了 我來過的地方裡面真的有 這個我覺得我有感動到 還好我們今天還是有找到方式來 不然我就真的先下跪 哇 我們還是有找到漂亮的地方了 怎麼這麼漂亮 這裡是那個 Linderhof的那個皇宮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 真的是一個很壯觀 然後他的那個顏色跟我想像是不太一樣 就是那種小鎮裡面的小王國的感覺 對因為本來剛剛在市區的木尼黑 還是覺得灰灰 但這裡是很精彩 很秋天的感覺很漂亮 耶 我等一下要去我們今天最主要去的地方 沒錯 Let's go 真的很壯觀 我看到我的表情 好快 我怎麼會這樣 其實 現在要搭這個接駁車 去 新天兒吧 搭車了 這個接駁車 Let's go 上去囉 我現在感覺 感覺就沒運動 該運動囉 不知道這個路程要走多久 我現在看完在20到30 我現在看完在20到30 怎麼這麼怪 我們現在走到了 瑪莉安橋 這裡就是瑪莉安橋 哇 這個大家都在這一條 橋上耶 太多人了吧 太美了吧 這個表情 怎麼會這樣 好多 很大耶 比我想像是很大耶 超級大的 天啊 好多喔 怎麼會有 這麼漂亮的地方 這個超幻幻的感覺 很漂亮 蠻快樂的 我們穿過了瑪莉安橋 要往上走 因為 上面是大家說 最多人去拍到 很漂亮的地方 這個是一份 非常 危險的 不好走出山路 怎麼有一種 回到玉山的感覺 我們兩個 拔山設雪區 過很多地方 這一整片都好紅喔 看 這裡超紅的 姐姐累了 它在這樣子 真的很看起來 很渺小 但又很大 你說這個就是 迪士尼的圓形 對不對 大家來來這裡拍個照 只是老實說 這邊真的是有點小危險 我們是從下面那裡 慢慢這樣爬 爬上來 到這個位置 來 揮個手 Welcome to my house 又是 your house 你上一次警符宮也是 your house 這個又是你 your house 這個就是很多分店 ok 這個地方都要有家嗎 你不懂 拜拜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發現這次在的果木裡 還蠻常會有一區 是專門的蔬食料理餐 然後我這一次呢 一樣也是點了一個 燉飯 起司燉飯 昨天是吃一個起司意大利麵 這是起司燉飯 裡面看起來 就是充滿起司 我來試吃一下 你要不要吃吃看 很像一隻燕麥 欸這外面好像沒有吃過 加蒜蛋 加蒜來吃看 比較不會膩 好吃欸 我目前吃到 德國的餐廳下來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的困難 就是都有一區是我可以專屬點的 然後不會找來找去 所以我覺得蠻棒的 那你自己喜歡嗎 很多 對一片都好多 對 因為我們做兩個人 所以其實要點東西 不能互吃的話 蠻麻煩的 這個是我兩天下來吃到最好吃的餐欸 昨天那個 我剛剛在菜單上也有看到 我發現是他們蠻道地 就是起司跟義大利麵 然後很鹹 再加那個烤洋蔥 我覺得 我吃到 第一餐的多久 那個麵包 不好吃 嗯 那個有比法國的可頌好吃 在去的 我相信你會在美國 在日本上 现在是六点半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求慕尼黑去柏林某屋 Let's go 我们住的还不错 走吧 走 我们现在呢 在前往柏林的火车上 因为这个椅子是这种直角的 它是没办法往前往后的 所以呢 你真的太短了 然后 这位小姐 可以看你像这样 而且这位 然后这位还不错 这位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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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去柏林 因为这两天都在柏林 这里 就是柏林 感觉像真的很多不错的自由 所以 我们现在在柏林的车站 然后稍微要等一下房东帮我们开门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先找东西吃 因为早上一大早就出门了 因为我刚刚在网路上看到 德国的一个传统的面包 有一个叫李子面包 这上面会有李子 超酷的 我来吃吃看 吃下来李子 咸咸腌过了 然后 是面包 脆脆的 它李子很大 好吃耶 哪怕他会喜欢 现在来开始柏林的菜点形式 第一个呢 就来到这个是 富兰真宝门 然后 它好像是一个很代表性的 对对跟冷战时期有关系 所以呢 只能透过这个门 封门的另外一位 对 超酷的 而且超多人在这里拍照 它在国会大厦旁边 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 超漂亮的 欸很吵这个门 看起来这么细致 太壮观了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柏林的国会大厦 它其实就是在 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就存在了 一直到后来 德国统一的时候又再次启动 不是 我本来以为 国会大厦是那种 很商业很科技的 姐妹好像打得 这么 蝴蝶美雪 漂亮 真的 现在呢 来到这个是 柏林的电影博物馆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柏林的印象 应该有想到柏林影展 或是跟电影很多相关 所以它这一栋呢 就介绍了很多 关于电影的起源 到现在是关于德国的Vancour 好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咯 在这里充满了 柏林电影的开始 跟到现在的纪录 它是一个电唱馆 有很多很经典的德国电影 就是从无声电影开始 这里还有柏星 柏林电影院的拍摄场景 超快的 哇 各个都走到房间 我们接下来来到了柏林大教堂 然后 今天给我找了一个拍照打卡点 很壮观的 很漂亮 真的 这个氛围 好了 来吧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 今天的柏林一日游 最后一个景点 就是东边画廊 那它一整个就都是柏林墙 然后 其实我觉得柏林墙 可能也是我这次来柏林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它蛮像是象征的民族自由的开始 就像是德国统一 所以呢 这里充满了不一样的画作 但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画画 然后我们等下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柏林的最后一个景点 哦 这才是象征和平的柏林墙 那这里呢 最有名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俄罗斯艺术家 青青 对 就是找两类总书记的一个青青的画面 我们这里 大家如果来的话 应该看到这里是最多人 和平的象征 哇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之前是靠着这个墙 然后跟着两边东德跟西德 还要穿过特殊通道 超级无法想象 但也蛮有历史代表性的 比卡索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 这个好像晋级的巨人 晋级的巨人 好厉害哦 好了我们现在呢 到了柏林的最后一餐 明天就要离开德国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网路上找到一间是 四百年的餐厅 有可能是四百年 真的是四百年的餐厅 1621年的餐厅 太扯了 而且拿破仑还来吃过 超久以前 真的 有每个人都这样讲 然后很多人推荐 所以我们现在来体验看来看 进去一下这间四百年的老店 大麻烦 我上菜了 这个是我点的 它说vegetarian可以吃的 再来就是小经典的 麵包 看起來也很酷 來 來試吃囉 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 Kukenbao 嗯 好可怕 馬鈴薯 很酷耶 這個好吃 我有種就是肉 馬鈴薯 香腸 啤酒 甜麵包 我要吃看我自己的 你吃吃看 馬鈴薯加什麼吃吃嗎 嗯 不知道 也是 滿滿的馬鈴薯味 很酷耶 它是 蛋白 好吃耶 我到今天吃的餐體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喔 蠻特別的 所以今天吃的餐體裡面 其實沒有一間讓我覺得 我也沒有 因為我還 我覺得德國餐廳偏鹹 然後重口味 味道還沒有習慣 就那種歐洲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間的話 喔 還不錯 有驚豔到 真的 覺得 欸 好吃 它的東西看來真的 也是很精緻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咧 然後咧 有沒有吃到好吃的都 同意這個 同意 喔喔 欸我真的覺得 很好吃耶 其實我們在柏林的時間 不到14小時了 明天要去另外一個國家 我目前覺得德國就是一個很有規矩 然後氣質蠻不一樣的 跟其他那樣 就是也是很過自己 但是他們有一種自己的規範在 當然是喜歡的 本來沒有特別太大的一個期待 點了一個甜點是蘋果跟冰淇淋 我來吃一下 很軟耶 好真實的蘋果 哇 會有鼓走味的那種味道 真的 很汆燙耶 好吃的耶 配冰淇淋 我喜歡 好了我們晚餐就這樣結束了 這一趟德國旅行呢 我覺得我們算是蠻充實的 餐廳好像做人家快一個禮拜的事情 對 然後回到我最開始那時候拍影片 然後讓我們兩個回想一下 你覺得你最 會讓你想到跟感動的 時機點或是景點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 他現在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還在休息中 所以呢 現在還沒清醒過來 對 那個 林德後宮的時候 就是當天的天氣很好 然後前面有一些故事的關係 讓整個 看到美景的時候 那個感受度更強烈 那那個前面的故事的部分 你那時候內心的心境上的轉折 是否很大 很大的 我自己覺得我最有印象的應該也是那一題 因為那天我自己本身大出了一個包嗎 我沒有想到說 欸 我自己設定了這個想要拍這樣的主題 結果我自己c了一個這樣的局 覺得啊真的很抱歉 怎麼會這樣 我不會開車 所以只有他可以完成那 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也準備好 然後 你其實在德國就是要拍那一支影片 你應該也 比我還要期待又緊張 然後還去玩的國際展望 對啊 你的那個失望觀 但是比我大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嗎 就 我可以理解 當下的時候有感受到他 真的很體諒這件事情 然後也知道他心情上一定不可能不會影響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規劃好跟計劃好 然後也不知道當天的行程該怎麼辦 還好我們會不會來迅速的找到解決辦法 所以我覺得最有印象的真的還是很感謝 可以退後退後 可能要再問一下 但是就是 所以我們會學習再更精密一點 我覺得我跟你一起玩之類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在認識到現在一起成長跟 彼此在改變的過程中 我們好像都有看見不一樣的一面 雖然說改變不是一件 很快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們每一次旅程 都還是都會有新的改變吧 再多問一個 因為我們就是本來從木尼黑到柏林 你自己個人覺得在柏林給你的感受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其實蠻多有歷史藝術文化 然後跟現代設計結合的地方 就還是蠻保有他們的特色的 柏林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有感覺 老實說 那如果真的要選一個 真的真的要選一個當然是柏林牆 就是一直在那個課本裡面看到的地方 但是我以為會 你以為會再更有地標性一點的 就是文藝術家的畫作 應該說整個牆都是很有名的 只是因為我小時候看那個歷史文 所以我想像那個柏林牆是更高 然後更賺光的感覺 但是它只是一個真的 一面牆 一面牆 所以我會覺得喔 如果好像沒有寫柏林牆的話 我們不會知道那是有歷史性的一個牆 我可以理解 對對對 因為他們有再度的在修復過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場看起來也蠻新的 我覺得上面畫畫確實是蠻好的 對 那你喜歡德國嗎 這三天下來 我蠻喜歡德國的小鎮 所以如果下次來德國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多去一些不一樣的小鎮看看 我自己喜歡柏林 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就很好奇 德國的電影跟柏林影展 就是喔它好像是我在想像中 或是電視上會看到的 沒有實際來過 所以我那時候就提議說 欸我想來 然後也很好奇柏林牆長怎麼樣 可是今天一整天下來 給我的感受上是 可能比慕尼黑好 但我知道慕尼黑是走更傳統的藝術感 就是他們保有的那個傳統就多 蠻特別的 不管是宗教藝術 或者是一些什麼哥德士 就是他們都有一些很尖尖的那個元素 所以我覺得算是對德國蠻改觀的 因為我真的本來覺得它是一個更現代一點 所以我才會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就是跟它講說 我覺得德國有一種灰灰的感覺 推薦大家還是可以來德國 我覺得德國真的很棒 透過我們德國這一趟我們呢 那個情感藝術的顧客 但我覺得有一起努力 那個突破我們那個轉換 我覺得原本的以前的我們 應該就是 他也不會講話 然後我可能也不知道講話 也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就會先停在那裡這樣 現在呢 這一次有不一樣的感受 他自己講自己說 不知道在想什麼 後面的行程跟住宿 住宿是我 我來負責嘛 所以我會好好的加油 相信我嗎 我們完全沒有不相信過你 對對對 他一直都很信任我 所以我會感謝有他的出門 希望明天後面幾天的 傑克 合力 戰鬥綠三台 還是可以勝出 喔真的 好累喔 我們跑太多點了 沒有跑太多點跟拍reels 還要拍照片等等的 對 為了傳出更多好的東西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 這一趟非常 真實的德國之旅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 繼續去 捷克喔 Let's go 孩子